周秀娜今日出席某商场龙腾侠影新春活动 同时为尚未开拍的电影紫金侠做宣传 周秀娜也以片中帅气造型登场 更为现场观众送上礼物 有报道指周秀娜去年吸金2000多万 对此他只说对去年的成绩很满意 又透露已经在看合适的楼盘准备购路 看来着实赚到荷包满满 对自己的成绩还是蛮满意 当然那个收入也有增加吧 所以很谢谢大家 其实现在都有在 有时间的话自己会去看看有没有适合的 然后就和家人商量 对这个是我今年会完成的一个达成的一个目标 而对今天以紫金侠的造型登场 周秀娜则表示这套服装让自己感觉充满了力量 同时也为大家送上新年的祝愿 对啊 因为其实这个造型就是跟着那个本来的紫金侠 他本来就是穿这样的服装 所以我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穿上去就感觉自己也充满了力量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也可以像紫金侠那样非常的有活力 还有就是关心更多我们的社会 还有关心身边的人 文字幕志愿者 Records 文字幕志愿者 Galvez 文字幕志愿者 郡人 Ask mano ämä gelen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胡便